上节说到有村民说水墨平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人丁不忘那是因为老祖宗杨国忠等人干多了坏事老天爷在惩罚他们杨家的后人 对于这样的说法记者当然是只能呵呵而过了 节目播出的时候你怎么能让主持人告诉观众说这是村民们遭了报应吧 那我也要呵呵了 可是调查该怎么继续下去 记者苦思冥想一番 突然想起了白天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被自己忽略了 什么细节 记者进村之后村里的干部和部分村民非常热情 对于采访的很配合 而另外一些村民却截然相反 要么一看到摄像机就躲得远远的 要么对着话筒支支吾吾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些村民他们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记者就找到了昨天似乎欲言又止的一位杨青贵老人 经过再三追问杨老汉说出了心里话 他说他在水墨平村生活了一辈子 什么村里边百年人口不变那样的说法 那都是瞎扯 即便是八十年代之后 村里的人口就一直在变动 至于什么村里边添了两个娃娃 很快就两个大人出意外抵命 那更是没有赢的事 一直到八几年的时候 这个人口有没有什么态度的变化呢 他这个人口对血组间的建设的 从一百年纪高人对血组建设 这么些年一般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意外事故死那有没有 意外事故还不到 没有意外事故正常死亡 夫人家是一个用户怀的小儿后来难缠死的那个有吗 没有 都没有 没有 这个对不上啊 昨天村之书说这些事的时候 那有鼻子有眼有没有性 有时间有地点的 一点都不像在撒谎啊 再说了他为什么要撒谎骗记者呢 你看不出来能有什么好处啊 于是记者再次找到这杨之书 问起了相同的问题 而杨之书这次的回答 他倒开始变得含糊了 没有昨天那么肯定了 杨之书 你是土生土挡的水墨平村的人吗 是的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大概 今年已经在我手了 那咱们村子就是说这种人口守候的现象 是不是真的存在 这个人口基本上不变的这种现象 那个里面在七十八成之间 老实在这个 这个人 人口数字之间 听说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 是吧 这是存在的 目前村里面是有多少户呢 二十户 二十户 零三年的时候呢 零三年那个时候也是二十户 也是二十户 也是二十户 就是这个户数也没有变 户数没变 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零三年和现在 这个人口都没什么变化 这里面呢 说起来想起这个事情呢 也有一点蹊跷 人口当然查不到 我们还有个脑队长 那个脑队长 他有他也没有那个人口数据 这个东西一般应该是归党的吧 他没有 一般的没有归党 看来在村里是很难了解到真相 怎么办呢 俗话说的好 有困呢 找紧查呀 不管在哪 但凡有人口变动 什么出生死亡 户口签进签出什么的 人们都得到辖区派出所去办理相关证明啊 这些年 水墨平村的人口到底有没有变化 从镇派出所的电脑上 那肯定就能查到最可靠的数据呗 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 派出所的户籍资料 是以行政村为单位的 而水墨平村呢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 而是一个属于一个茶厂管辖的自然村 所以啊 他的人口数据是和茶厂的另外几个自然村混在一起的 水墨平是不是真的增加了一口人 就会马上减少一口人 或者减少了一口人 就会马上增加一口人 从户籍登记上 看不出来 但是从户籍资料当中 记者也发现了 目前水墨平村在侧的人口93人 而且咱们说了 1984年人口普查的时候 水墨平村的人口是88人 也就是说 30多年来村里的人口 并非没有变化 说了半天 那个让我后背冒凉气的 让我觉得浑身发麻的怪现象 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原来他真的是不用想明白 不存在 直接刺费